大家好 第一位把货车自驾西藏 我们这是在自驾去摩托的路上 因为前两天这里不是塌方河风路了吗 我们开到这里来之后就不让过了 我们就从这里掉头又开回去了 今天好像通车了我们又来了 今天是下的雨加雪没有雾了 这里这样一路过来 哇塞下面这个路跟着好弯 这样弯到那个下面去 走吧咱整快点这里整啊对不 快有车出来 我们就是从那山顶这样下来的 看见了吗 那里这个路太窄了太弯了 刚刚我把岩石一关闭了之后 再下来一个这种弯这里 差差一点点和那一辆骷髅车出去了 差一点点 因为这个路好多都是单行道 这种根本就汇不了车 终于知道了它为啥 这不让那种大的拖挂车进来 拖挂车它转弯都转不了 对最多可能只有那种四桥车 9比6的 看着那个不 你别往边边横了 这边边这个 这个勾勾这个版本怕死不起哦 这五吨多 这车 看嘛这盖板都掉下去了 就是这种大弯不好转过来 这里还宽喽 嗯 刚刚那里好载啊 一盘手了 就像这样碰进那个车了 还好它也刹得及时 我还刹得及时 我一看一列骷髅车 那个藏族大哥 就把黑妹子给忘了 我还不是给他忘了 吓死我了 就像这样倒着来 这还去不了今天 来吧 倒倒倒 就像这样直着倒 倒到那个坝子这里来就行了 这里 刚刚那检查站的那几个警察师傅说 今天进不去 到吗 来来可以 给你看着的 他说就是今天路通了 是从里面 往外面出来的车 要明天才能进去 今天进不去 我们还不知道 他是一天进去 一天出来 到啊 到了从那个口那里就出去了 是不 哦 他这是单行到怪说不得 他说一天 今天是这样出来的 今天是这样出来的 明天才是这样进去的 哎呀 没的问题的来嘛 进来的朋友们都要注意着 我们就是第一次进来不懂 这他是一天进去 一天出来 是这样的 哦 所以说今天是从摩托县城 往外面出来的车 所以说我们进不去 我们又要沿着那个山路 看到没有 这样爬上去 这里好像出来都还要 还要去干个啥 少身份就还是 还是干啥的 咱们都把三分五次的进来都 都没有成功 不是塌方丰路 就是 日子为选的对 我这个老天 不懂啊 这东西 但是这里的风景还是被咱给看了 你说 对不 这么漂亮的风景 这雪山给你看的是明明白白的 咱又跟着这爬上去吧 啥也不说了 欢迎再次来摩托旅游 祝您一路平安 咱进来几次了都还没进得去 咱在运气 哎呦我去 先开出去了再说 我感觉刚刚下来 挺容易的他上去 好像有点费劲日不 不要怂 我喝咖啡再给你打气 咖啡 给黑妹打气 知道不 加油加油 努力努力 今天不努力工作 明天努力找工作 是吗 刚刚这个大货车 我看在这里转弯的时候 他车长呢 一下还转不过去 我看他还到了一下 看我们这个能转过去不 我们这个能转过去 咱家黑妹技术好 咱家黑妹的技术毛病都没得离开 一搬什么就甩过来了 开一下子 给他甩的明明白白领 哎呦我去 这个路里看嘛 他全是担心的 刚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说 哎呀我说这个 咋好会车 完全没搞的东西 对不 一样一半今天放这边 明天放那边 哇这个雪好高哦 哦 这开上来还下雪了 下好大的雪 鹅毛大雪 刚刚我们过去的时候 都还在下雨 现在 大雪快 这一条路我们拨 那个摩托没进去 没开了几次了 进去出来出来进去 朋友们 什么车能去摩托 咱也不知道 咱走了几次 也没进得去 哎呀 雪还下得这么大 鹅毛大雪太漂亮了 这反正看着出去的车 不是丰田霸道 就是库虏者 不然就是市区的皮卡 还有就是哈佛H9 基本上没看见轿车 一辆轿车没看见 就是城市SUV都没看见 很少很少 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车能进去 因为我们看见有清卡出来 对对对对 反正轿车和那种城市SUV 基本上没看见 嗯 行咱继续往前面开一杯 这里路边停着也不是个事啊 现在雪还下得这么大 下好大好大的雪 这些雪景真的是太漂亮了 全是白茫茫的一片 好厚的雪在下面 我们从那山上下来了 看见这里 有一块坝子 就是以前的老路 应该是这里有座大桥 被拆了之后 这里还有一点路 我们先停在这里 再看 再看情况 再往前面开点吧 再往前面开了 再倒过来就行了 这个是什么门 到马就这样到 对方向回正回正到 行行行就这样吧 其实这后面还有这么远的 行就这样 看一下这边 哦 这里有一条小河 那水肯定是不能用 因为这下雨下雪啊 那反正肯定就 挺脏的 你看挺昏那个水 我们车上有水 三番五次的自驾摩托 都没有成的了工 但是我们 对吗 也去逃了一点经验 对吗 看视频的朋友 你们要自驾摩托 也要注意着 他这边是 一天放车进去 进摩托 一天放车出来 对吗 像我们今天这种 你进去 别人就不让你进去 今天是全部 从摩托出来的车 明天才是进去的车 昨天也是进去的车 但是昨天遇见的 塌方和风路 大雪 没去的成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暂时 先把车停在这个路边吧 停在这路边 看是我们明天再去的 还是不去 等会再打主意 自驾这边的朋友 多问一下 对吧 看哪一天进去 哪一天出来 在哪里问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应该在博密县城 哪里就能问 其实就问当地的人 就能知道 对对对 就是进那个 一边是318 一边是进摩托 那个岔路口 问一下他们当地的 应该就知道了 一定要问一下 不然 对不 特别是像 有些朋友 你们开那种SUV出来的 那在车里面还不好住 对 那一个小时开进来 又一个小时开出去 那多麻烦 对不像房车呢 这些还好 在哪里停着 住一天就得了 现在我们先在这里停着 再看吧 再商量一下 看是明天进去的 还是不进去 嘿嘿嘿